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Cat 美國在6月30日對中國即時生效的《反間諜法》發出警告 稱在華美企可能因正常商業活動遭到中共的處罰 美國國家反情報與安全中心在一份公告中提到 中共當局將數據出境流動視為一種國家安全風險 其新的和現有的法律可能會迫使公司在當地僱傭的中國公民協助中共政府的情報工作 公告顯示 這些法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獲取和控制在華美企持有的數據 提供了更廣泛的法律依據 在中國的美國公司和美國人也可能因為傳統商業活動受到懲罰 特別是一旦被北京認定是間諜行為或相信這些公司或個人 幫助外國制裁中國 NCSC指出 中共修訂後的《反間諜法》具有模糊性 意味著任何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文件、數據、材料或物品 都有可能被視為與中共國家安全有關 此外 該法律還對被認為是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人 實施新的出入境限制 此亦為美國記者、學者和研究人員帶來法律風險 隨著中美競爭加劇 中共對美國及其盟友的猜忌與日俱增 但北京在經濟上有依賴與西方國家的往來 中共經常找法律漏洞 利用法律條文設置口袋罪 外界擔憂中共對間諜活動的定義 很可能成為一個新的口袋罪 中共修訂後的反情報法在7月1日生效 今年以來隨著中美關係進一步惡化 北京對外國企業主要是美國企業 進行了一系列特集和檢查行動 美國駐華大使柏欣斯表示 北京對於美國公司的攻擊是出於政治動機 華盛頓將予以反擊 美國官員向路透社指出 自4月中共法律攀佈以來 他們收到來自大量企業和其他團體 關於前往中國旅行風險的詢問 美國國務院6月30日更新了對中國的旅行警告 警告現時維持在第三級 建議居民重新考慮前往 其中一個原因是存在錯誤拘留的風險 《華爾街日報》報導 反情報中心負責人 米利亞姆格雷斯·麥金泰爾 在簡報會上表示 他和他的團隊收到美國企業對 美國進職調查公司Mins Group 和諮詢公司海盛容英 遭到突擊搜查的提問 這些企業還問現在前往中國是否安全 麥金泰爾表示 高層的出差決定是個人行為 他的團隊是希望確保他們了解其中的風險 自3月份起 官員一直向企業發出國務院旅行警告 敦促美國人重新考慮前往中國旅行 理由是中共政府的任意執法 並使用出境禁令禁止部分底華的美國公民出境 同樣也為全球帶來風險的 還有中共的影子外匯問題 前美國貿易和財政部官員布拉德·塞斯特表示 中國持有6萬億美元外匯資金中 有一半是隱藏的 這些為全球的經濟帶來一種新的風險 塞斯特是紐約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的研究員 他在新聞網站《中國項目》發表報告稱 中共有許多外匯儲備 並未呈現在中國人民銀行的官方帳目中 但在國有商業銀行和偵測銀行等實體的資產中 卻出現了所謂影子儲備 最終都會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巨大影響 他表示 中國的外匯儲備 為中共一帶一路倡議 提供資金上發揮作用 就是一種例子 他又提到 中國是一個如此龐大的經濟體 而且是一個這麼不平衡的經濟體 其所有活動都會對全球產生巨大的影響 向中央政府報告的中方機構 可能擁有接近6萬億美元的海外資產 但對應中共國家外匯管理局 2022年年底公佈的官方外匯儲備 僅為3萬1千億美元 塞斯特表示 中共的影子儲備規模 凸顯了在所有中國國內債務問題討論中 經常被遺忘的一個重要事實 就是 中國目前是發展中國家最大的政府按揭貸款人 而且放貸金額遙遙領先 在全世界 中國仍然是一個巨大的債權國 中國大量積累外匯的壓力 仍然在全世界之內感受到 美國威廉和瑪麗大學的研究實驗室 A-Data執行董事 和《北京的銀行業務》一書的作者之一 布拉德利·柏克斯也表示 北京在海外按揭貸款項目上 好像一個投機銀行家 很多債款項目都跟一帶一路有關 柏克斯的研究表明 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 中共會付上9美元的債務加1美元的援助 而美國的情況則相反 提高9美元的援助 配套1美元的債務 美國幾乎所有的海外發展項目 都是通過援助來資助他國 之前受到關注的賺比亞債務協議問題 也跟中共海外放貸有關 賺比亞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外債 是欠中共按揭貸款機構的 拖欠中方的部分債務 跟賺比亞加入一帶一路的項目有關 跟其他貧困國家一樣 賺比亞從中共按揭貸款機構 以及西方基金管理公司 那裡借入大量資金 這些公司當時 大舉購買賺比亞發行的美元債券 內容是用於基礎設施建設 和為其他政府項目融資 經濟學家 塞巴斯提案霍恩 卡門·萊恩哈特 和克里斯托夫·特雷·佩斯 在2022年撰寫的國際債務文章裡表示 中共的海外國家按揭貸款對象 近60%處於財務困境之中 而2010年這個比例才只有5% 以上節目內容 吹才智大紀元記者林彥綜合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按讚、訂閱、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